大家會聽過台北有些有在做歌菜證人啊 這些很糟糕的立法委員 然後有些人就問說啊 台中也好想要歌蘭委這樣活動 其實有齁 其實有在2014年的年 的下半年跟2015年的年初 其實台中有一個團體叫做全面罷免 叫做全面罷免 其實他們也在台中的西南屯區 在做這樣子罷免的工作 那當初的對象是西南屯區的立法委員 蔡錦隆 西南屯區的立法委員蔡錦隆 那全面罷免的 其實他們大部分的人都是上班族 都是上班族 那利用下班的時間來做這樣子罷免的行動 這過程中也有很多的辛酸故事啊 可能就是一個弱女子被警察威啊 或者是也會遇到一些民眾嗆聲之類的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請全面罷免的雅雅 全面罷免的雅雅來分享說 在這段過程他們是怎麼做罷免 那遇到了什麼有趣的故事 那我們掌聲歡迎雅雅好不好 掌聲歡迎雅雅 謝謝大家 因為我本來以為會一直下雨下去 然後這就結束了 所以我就去做了就是可能可以幫助後面攤販的各種工商服務的事物 對所以我現在是衝過來所以有點喘 那我想先來介紹一下全面罷免好了 然後等下結束之前大家再給我大概五分鐘的時間讓我工商服務一下這裡所有的攤販 然後我們全面罷免其實是從去年在 已經不是去年了是2014年了 2014年318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就是台灣整個呆一室就是失靈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在第一次聚會的時候是在4月1號 然後就組成了一個全面罷免 那全面罷免呢 為什麼要跟戈然為不一樣呢 其實是只是很單純的覺得 以全面來做那個名字的名稱呢 其實這個大家有吵了一番 後來決定用全面的原因是因為 不會只是針對一個立委 或是只是針對一個政黨的立委 因為其實是台灣整個呆一室的失靈 是整個罷免跟選舉權在台灣公民社會上 沒有一個抬頭的意識 所以我們就叫全面罷免 然後全面罷免呢 就是其實裡面很多都是台中在地的孩子 然後也不算孩子啊 可能有老孩子啊大孩子啊小朋友都有 因為剛才剛說我們大部分都是社會人士 所以我們也不敢說自己是小朋友 然後就是大概一開始的時候 有大概快80個志工 然後結果因為其實在台中跟在台北比較起來 在台中真的要推行是非常困難的 然後我們又不是只是針對一個立委 所以就到處的去收那個 全台中市所有立委的罷免提議書這樣子 最後經過了半年的心酸血月 然後刮風下雨啊什麼的 然後所以後來到中間有半年的時間 我們就從80個人的志工變成只有10個人的志工 那超痛苦的真的是今天下雨嘛 其實那種感覺就是你現在看到剛剛有一群人啊 就是穿著雨衣然後在那邊搬椅子啊 撲稻草啊那都是基本訓練而已 對 然後一直到我們一直到去年6月的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在整個台中的推動上啊 其實只有10個人的志工真的很難去推動整個大台中的罷免活動 後來就跟島國前進一起合作 然後一起因為他們要收取公投連署書 那我們要收取罷免提議書 那我們就開始一起擺攤 所以志工人數終於從10個人變成2030個人 其實有一大半都是島國前進的志工 然後其實我們本來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是想要去我們有點想要放棄了 因為在台中真的好難受哦 大家為什麼對罷免這件事情都非常的 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可是又不願意去做 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們花我們去投票 然後花4年的時間去選一個立委 然後每個月我們其實每個月付給一個立委的薪水 大家知道多少錢嗎 有人知道嗎 我們一個月要付一個立委19萬的薪水 對一個月一個立委一個月有19萬 然後他們其實等於說他們是 立委一年的會期兩個會期 然後中間過年的那段時間啊 跟就他們等於不是放寒暑假 所以他們實際上工作的時間比我們都還少 然後他一個月零19萬 因為我們賦予他重大的責任 讓他們處理我們的國家大事的修法 那結果後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當我們真的有需要這些立委來修法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們的是沒有辦法去修法 可是身為一個立法委員他要做的就是修法 他怎麼會說沒有辦法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不斷的開始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你們自己國家自己城市的立委是誰 因為其實我們在擺攤的過程中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委是誰 然後還要我們來告訴他們說你們家住的你們家的立委是誰 那你當初投票選了這個立委 然後你就把他那個家裡所有的等於是把自己家裡的生殺大權都交給他了 然後結果他如果做的不好 然後我們好像現在這個狀態就是只能在電視裡面說後悔 為什麼要選這個立委或是誰誰誰為什麼要選這個立委 可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罷免的權利 只要有選舉的權利就有罷免的權利 我們等於是我們花錢請他們 那我們就有權利把他給File out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不斷的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證視這一個公民權利是怎麼樣的重要 那終於在2014年1129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一樣在西南屯區 最後我們選擇蔡景榮的原因呢 其實不是我們一開始就選蔡景榮 所以他可能是台中市市民裡面最討厭的一個立委 所以後來是台中市西南屯區的蔡景榮立委 就是讓我們就是收到提議書的成績比較高 然後所以我們就在1129的時候在25大投開票所外面 然後去擺攤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感謝各方人士 然後就是終於募集到了300壯士 然後這300壯士啊就是不怕太陽曬 然後又願意中午不吃飯 然後又願意被別人考試還願意被別人打 然後就坐在那個就在那個外面擺攤 因為我們真的有一攤真的有被攻擊 對 然後這些人就是EQ要非常高 因為只能希望別人來打我們 然後我們自己還不能打對方 然後就終於後來收到了提議書的門檻 然後終於就是其實我們在 要決定要在擺攤 投開票所擺攤之前 我們是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成績單 然後如果我們真的沒有達到 我們就要解散 我們再也不要下去了 我們受不了了 然後就不小心竟然收到了那個 真的讓我們不小心進到了門檻 然後我們就騎虎南下的中開下 所以我們就進到了二階 然後就開始了 因為罷免其實有三個階段嘛 第一個階段是提議的階段 那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然後需要在 如果是罷免立委的話 我們需要在第一階段 需要收取到該選區的2%的罷免提議書 然後進到連署階段的時候 然後如果是立委的話 我們需要在一個月內 收集到該選區13%的連署書 一個月要讓我們收 就是大概有三萬四千份 這真的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過去在收罷免提議書的時候 大概是半年的時間 才好不容易收到六千多份 那要我們在一個月內 要收到三萬四千多份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後終於好不容易 所以我們是沒有進到連署階段 如果連署階段終於結束了 然後成功送到了 進到第三階段的話 可以投票 還必須要該選區的 50%的人都去投票 然後又要50%的人投贊成票 可是選舉的時候 選一個立委 你不會說 這選區50%的人都要投票 然後50%的人都要投贊成票 他才能當選 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等於是說 其實我們的選罷法是在 公職人員選罷法 是在1980年的時候開始有的 然後在這之間 一直到2015年 只修了26次 然後這26次裡面 其實針對罷免法 完全沒有任何的修改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從戒嚴時期開始到現在 當初因為是戒嚴好 我可以諒解 那現在告訴我們民主國家 然後結果卻不讓我們去罷免 不適任的公職人員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詭訣的事情 那 因為終於 因為我們在二階就是真的沒有成功 因為我們真的很難收 可是因為我們承擔的就是 就是有一群傻子 就是我們覺得 環權於民非常的重要 包括公投其實也沒有成功 就是島國前進 然後 要讓更多的民眾來了解 就是民主國家 還有民主跟民權的意識 所以我們就是 不小心全面罷免 本來要解散的一個團體 既然組成了一個協會 因為如果沒有組成協會 我們真的很難繼續做下去 然後 我要去拿道具 然後我要說一下 因為我們在第一階段的 那個體育階段的時候 然後 就是這一群志工 就是覺得說 不要去募款 不要去承擔 就是 如果我們到時候做不好的話 我們真的很難 跟各位市民們交代 所以大家都是自掏要包 或是自己奢帳 然後去跑那個體育署 我們跟那個 台北的三百萬是不一樣的 對 不好意思 然後 所以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真的受不了 因為怎麼可能那個 要叫一個十個人的組織 然後去跑 就是整個台中市的罷免 然後又沒有任何經費 所以我們就是有設計了一些 文宣品 然後或是一些設計品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 就是意賣給我們支持我們 然後好險後來就有籌到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在二階的時候推行 那既然現在全面罷免啊 就是要組成 組成協會了 那要 繼續推動了 我們其實下一個階段是一個 胡蘿蔔的計畫 既然要組成協會就要有一個計畫 那我們這個計畫呢 是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 罷免門檻的下修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我們台灣看 那個 看起來最溫暖 最繽紛的 永遠都是我們 然後 我們其實設計了一個 為什麼要叫胡蘿蔔計畫呢 其實我們希望就是 但是立委就要當人民的驢子 應該是要為人民起命 當人民的驢子 然後為人民賣力才對 然後所以一個立委 他如果是一個好驢子 我們通常就會賞他胡蘿蔔 會給他東西吃 但是如果一個立委 這個驢子做不好 我們應該可以來鞭策他 我們人民絕對有權利跟義務 可以來鞭策這個不好的驢子 所以呢 但是為什麼要胡蘿蔔 不要鎚子 或是不要是鞭策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 其實真心期待 台灣的每一個立委 都是值得吃胡蘿蔔的好立委 這樣台灣才有機會改變 我們的下一代才有機會 真的是在一個很安全 很安心很快樂的環境下長大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 發起了這個胡蘿蔔的計畫 那我們發起這個計畫之後呢 我們還在台中市的八大選區 現在有二十四個立委 我們其實寄了公文給他們 然後請他們就是表達說 他們當選 如果當選之後 會不會願意來支持修改選罷法 然後呢 終於在有六個選區呢 有立委就是有回覆我們願意來同意 然後其中包括韓就是洪慈用 洪慈用他就是還不只 他不只是回覆了同意書給我們 他還有把他自己的主張告訴我們 這代表他如果一個立委 願意來簽下這個同意書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立委的格局有多高 因為一個不願意 不願意接受做不好就可能會被罷免的立委 代表他一點都不想對人民負責 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是寄給全台中市所有的立委候選人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其他立委不願意回覆 或打哈哈 但是我們從這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出這個立委 他是不是真心把人民當作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或是他想要當我們人民的主人 對 然後呢 因為這個計畫呢 我們因為組成協會啦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些 我們設計了一件T恤 那這一件T恤呢 其實是 是全面罷免的一個LOGO 那是要作為贊助會員的一個回饋品 那後面有一句話叫做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日人要種下我的葡萄 為什麼我一定要講這句話 因為他的原文其實是種下蘋果樹 那對我來說可能是種下胡蘿蔔 那之所以為什麼也是種下我的葡萄 是因為這一句話是 我們在去2014年1.129的時候 我們有兩位志工 他們是一個雙胞胎 然後這雙胞胎 他就是加入我們一起在 台中市的就是西南屯區的 25大投開票所外面擺攤 那其實我們當時並不知道 因為我們當天其實 我剛剛說過啦 志工要可以不怕曬 又不能吃飯 還要受動 還要被別人拷勢 然後我們其實真的不知道 我們有一位志工 他其實在當時的狀況是非常不好 他的身體是 他得了很嚴重的疾病 那對他來說他人生 人生中他最重要的事情 應該不是來為爸免擺攤 應該是要在家裡好好的養身體 然後但是他還是來到了我們當天 然後為我們來擺攤這樣子 然後之後我們也不知道他生病 一直到我們在二階的之後 我們才知道原來妹妹過世了 對 然後姊姊就跟我們說 就是在有一次因緣機會之下 我們就知道 妹妹一直有一句話 叫做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日人要種下我的葡萄 因為他不想虧對他的生命 他覺得在他死前 他都必須要為台灣的民主 來盡一份心力 對 所以 所以我們把這句話 就是印在我們的背後 深深的印在我們的心裡面 所以也是支撐我們 為什麼要繼續走下去 對 不好意思 讓大家跟著我們一起淋雨 因為我一定要介紹一下 這件T恤 因為我們本來不是很想設計T恤 因為他有尺碼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是採預購的方式 一直到1月3號 我們才能確定 就是今天結束之後 才能確定你的尺碼 對 然後 因為這句話就是 希望可以作為每一個人 彼此鼓勵 彼此前進的格言 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在死之前 都不要虧對自己 都可以在為這個世界 為台灣做盡一份心力 對 謝謝 然後 我們還有很多善心人士 就是供應的 就是那個 狗袋把的巧克力 那所有的回收的錢 都可以 就是作為罷免使用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有小朋友的 都可以買這個回去 這是一個子公仔 然後是一個 做完之後 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喇叭 對 謝謝 然後我現在是 有要開放大家來問問